今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扭亏增盈情况 1997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总额2882亿元 比1996年增长7.3% 与生产增长基本同步 其中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451亿元 同比增长11.9% 亏损企业亏损额744亿元 同比增长8.2% 国有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84.9% 比1996年提高1.6个百分点 去年中央国有企业扭亏增盈成效显著 地方企业摆脱净亏损局面 但效益低下状况尚未缓解 而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两极分化现象突出 扭亏大户对扭亏增盈起关键作用 1997年占国有企业单位数22%的国有大中型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517.2亿元 比1996年增长11.4% 为全部国有工业利润总额的114.7% 同时亏损也主要来自国有大中型企业 1997年全部国有亏损企业亏损额中 有73%的亏损发生在大中型企业中 因此抓好盈亏大户是扭亏增盈工作取得成效的关键 1997年5万多家国有小型企业盈亏相抵后 净亏损66亿元 表明国有小型企业面临的困难更加突出 因此在实施抓大放小战略措施中 如何使国有小型企业搞好搞活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感谢您收看晚间新闻 稍后请继续收看世界报道